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个来自西班尼亚的寒潮将席卷全中国 而且会最远最难抵达海南岛 海南岛都要受这次寒潮影响 而在上海来讲的话呢 这个所谓的双十一快递已经在路上了 速冻天气明天就要来 明天开始上海将迎来断崖式的降温 降雨加上大风都会来 所以防风防雨 这个时候冲锋衣都不够 要冲锋衣里面再套什么阳光山啊 或者冲锋衣外面再加马甲 这个羽绒马甲估计能够抵御这个寒风 所以明天骤降十摄氏度 后天呢室内的温度都只能到各位数了 五六度 所以这个断崖式降温是很要命的 我们讲天气突然降温 对身体有很多大的影响 有人在速降之下呢 居然眼睛失明 眼中风 所以呢 有心血管毛病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在这个季节里面还是多穿一点衣服 虽然古话说这个春雾秋冻 但这真不是一个冻的好时间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寒潮黄色预警 全国自西北向东南将有大风降温天气 无物的大风啊 这个比台风厉害 那我们知道的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 很多从这个福建坐飞机到乌鲁木齐 穿个短裤穿着衬衫就去了 结果一出来就是风雪交加 直接在这个机场跑道上打哆嗦 实际上这个冬奥寒季的冬奥会呢 已经提前到来 气温跳台滑雪大赛在全国各地都已经出现了 所以先的都是东北西北是吧 那往后就是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了 希望你们能够一跃成功 是谁能够一跃成功 稍杏